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世紀我們從西方的Landscape 還有法文的Besach 這兩個字所翻譯而來的 那其實代表了以人為主體 眼睛所收受四方 然後造成的一個構圖的區域 那這樣的一個構圖的區域呢 它其實帶有一個人的自身的感受 那所以我們用景觀山水的這個概念 來作為這次策展的主題 那我們從歐展間 馬上可以看到的是 平放於台座上的 洪淺超的台灣山林一下之事 然後我們從這件作品再往後看到的是 蔡茂松老師的《偉在中和》 那這兩幅作品 可以當作本次的展覽 《海與山》的象徵 洪淺超老師他曾經 在一次坐飛機的旅行當中 他從高空往下看到台灣這個島嶼 是不是島嶼的四周也是長滿了木麻黃呢 所以他就把這樣的一個想法畫在於平坦的地面上 所以我們看到畫作當中呢 特地擺放於台座上就好像是說 木麻黃它是生長於凹凸不平 崎嶼的岩坡上面 作品的沉澱方式呢 其實也反映出老師他創作這一系列作品的 幾何山水那個概念 這幅長達541公分的這樣的一個巨幅的大作 一直熱衷於這樣一個橫貫公路體材的一個 極大層的展現 這次展覽唯一的女性藝術家 李重重老師她的作品 可以看到她的作品 雖然她這次的作品是用抽象山水畫的一個形式來呈現 輪廓裡面隱約的還是可以看到一些山水的一個基底的存在 只是她在表現上面是會用一大塊面的一個色彩的渲染 那這樣一個大塊面的色彩的渲染 其實是為了呼應她感受到的一個外在的一個變化 然後轉化為內心情境的這樣一個 藝術家的表現 李重重女士她經常的講到一句話就是說 她希望她的話能夠傳達出如大象剁腳般的這樣一個震動 她其實最重要的是要傳達出她所看到的 所見景色或甚至是內心震撼的一個感受